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5月30号星期四 金正恩罕见批评习近平侵犯朝鲜主权 这一般没有这事吧 怎么回事 中国日本韩国不是搞了什么三国峰会 然后还发表了三国的联合声明 其实没有点名批评朝鲜 而是使用半岛一词 说重申对半岛地区和平稳定 朝鲜半岛无核化的一个立场 就这么个意思 但是与2019年及之前的声明不同了 之前的时候三国就是说 如果有会变的话 会承诺要追求无核化 这次只是说重申了无核化的立场 但是没有人要追求无核化 能不能就没有人要去追着朝鲜说这事了 没有 这个其实已经往后退了 但是金正恩还是罕见的批评了习近平 认为习近平这样侵犯朝鲜主权 说你们的联合声明 是侵犯平常主权的严重的政治挑衅 但是专家说 这是习近平对朝鲜深化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 持保留态度 且避免给人留下中俄朝结盟的这么一个印象 就这个意思 但是反正今天是不高兴 然后中日韩领导人峰会期限 朝鲜当天在平安北道西海卫星发射场 试射了一个侦察卫星 但由于技术原因发射失败 日媒在中朝边境拍到了火箭在空中爆炸的画面 日本政府27日晚使用全国顺时警报系统通报 称朝鲜发射导弹 通报对象地区为冲城线 要求躲避朝鲜导弹带来的威胁 不过随后很快当局就解除了这个警报 反正这朝鲜 你们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峰会 我给你放个花 给你们助兴 什么意思 然后5月28号 朝鲜向韩国空飘装有大便的大量气球 现在当然还没有证实 要是人类大便 还是牲畜大便 还没有证实 可能你尝尝 反正是大便 肯定是大便 这个尝过了 确实没尝出来 看玩笑 不是郭德纲说那像什么 知道吗 早在说鱼像 郭德纲刚说鱼像 走在马路上 看见地上有一坨东西 过去看了看 这是什么呢 然后从怀里 那是一个勺来 买了一勺 尝尝尝 你看 大便 还好尝尝 要不就踩上了 郭德纲讲的香 看一下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 韩国的江源 京畿 庆上 全罗 中青等的南海各地 一共发现了260多个来自朝鲜的这种大便气球 然后金正恩的妹妹 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与正29日发表声明证实此事 他说朝鲜只不过试着在做一些韩国经常干的事情 说这个 说你韩方竟然指责说我们朝鲜的同类行为违反国际法 你真厚颜无耻 你老这么干 对不对 你老往我这儿扔大便 也该我给你扔一些大便 然后这怎么回事呢 就是韩国的团体 经常也用这种气球 用这种东西 在上面裹着各种的传单 然后韩国的什么影视作品 电视剧 流行歌曲 然后裹这些东西 往那边传 或者还有那边有时候闹饥荒 闹饥荒他们弄个小瓶子 小瓶 小瓶里面搁的半瓶米 然后剩下半瓶是空着 然后这个瓶顺这个流 河流能够流过去 你知道吗 然后在那米里面 再割一个USB的小的这种 USB的这种闪存的那种小盘 这盘里面都是一些宣传资料什么的 让你把那米吃了 把那个插在那里面看到了 就干这个 往那那传 说你们韩国团体 天天都往我这传播 诋毁朝鲜思想和制度的政治传单 说韩国方面 愚弄朝鲜人民 理应遭到报应 他称今后朝鲜将以数十倍奉还 韩方散布的这种会晤 你忘了我这扔脏东西 说你这都是脏东西 你扔脏东西 我也给你扔回去 我要几十倍的 你给我扔的时候 我也给你扔 然后金宇正指出 说朝鲜对韩国放的气球 说这个气球 就是朝鲜人民的言论自由 你不是说我没有言论 这就是言论自由 给你投大便 他还讥讽说 说什么呢 说管制空飘行为有局限 希望大韩民国政府能谅解 这怎么回事呢 他们就经常向韩国就是说这个抗议嘛 说你们你们怎么不管管 你们那没事老 我们这扔气球 扔船单 你都属于敌对行为 然后呢 就韩国呢 经常都跟北朝鲜呢 跟金宇正啊 跟金宇正说 说我们呢 这个政府啊 管制空飘行为呢 我们有局限 有时候也管不过来 我们也管了 不让他们干 希望呢 就朝鲜政府呢 这个能够谅解 他说那好吧 那我现在管制空飘行为有局限 你们也谅解吧 然后说这气球呢 个儿还挺大的 你知道吗 这种大个儿的气球 下面装这粪便呢 差不多有那么 它会分好几道 说是什么三米长 四米宽之类的 那里面都是装的大便 然后呢 上面呢 还装了那种小型的 那种计时器和引爆物 就大便飞飞飞 它估计这个 飞的距离差不多了 然后呢 它会喷一炸 就把那个装着那个大便的那个袋子都都炸开 然后那大便滑 就都撒下来了 对 反正就是 就觉得你往我这 你往我这扔的都是大便 我也给你扔回大便去 你知道吗 但是呢 并没有发现这里边有任何的传单什么的都没有 就只是大便而已 就这么个情况 好不好 好玩吧 挺有意思的 好吧 那这些事情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